儿童节是小朋友最开心的节日 最希望收到一份属于自己的礼物 但在创世基金会罗东院住着两位小植物人 却无法像一般孩子一样开心的过节 为了能让他们感受到过节的气氛 天天幼儿园小朋友带来可爱的舞蹈表演 罗东镇长吴秋林 丙和国际机构陈信南行政总监 一起为这两个孩子来切蛋糕 与两位小植物人们提前庆祝儿童节 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 对长期的以来 对我们的植物人的照顾 我相信也是让所有的 这一个家庭 植物家庭 植物人家庭 给他们一点点的帮忙跟传奇的一个机会 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也祝所有的小朋友们 让小朋友节快乐 先到创世基金会 那么也要举办我们今年的第一场的活动 那么我们丙和机构呢 我们就义不容辞的 来跟我们创世来做个配合 因为我们丙和机构长期啊 也都跟我们罗东创世基金会 不管是路跑也好 不管是餐会也好 不管是云游也好 我们都秉持着我们总盘的一个信念 哪里有库 我们就往哪里去 创世基金会能够在各项运作上呢 能够更多的力量来协助这些家庭 那因为协助一个植物人 就是协助一个植物人家庭 那么能够让我们的社会呢 能够因为我们这么多的 善心人士 还有各位企业的一个捐助呢 让大家能够把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秉持你我力量 和你爱心结敏 比上新闻由本台记者张凯婷采访报道